大家好我是黄晓明 我是小鱼皮特一 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做一期挑战 一期名学挑战 我要打给我的班主任 告诉他我不能如期的去学校报道了 报道日期为2019年9月5日 注意了用的是黄晓明的方式 听我的啊 听我的 听我的 所以我建议你依然还是听我的 听我的好不好 一个人说的算 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不需要讨论 饭怎么做你说的算 做几个我说的算 对你就照着全部去过做 全部做完 我不管有几套 全部做完 全部做完 听我的 不用管有几个 你全部做完 我再跟你说一遍 全部做 全部做完 不要再问我 全部做完 巴达总 听我的 器皿 这是不够的 买 冰箱也是不够的 买 冰箱也可以买 这样真不行 你听我的 必须要去到医院 好 今天下午抽空培养子去一趟医院 拍下他的手 其实我觉得只要买个云南大药就OK了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OK 你觉得不管用 我觉得管用 好吧 好霸气哦 像一样偶像子的感觉 好了 现在呢 我打算给我的班主人老师打电话了 这会儿有点晚了 老师不一定能接了 说实话 我心里有点忐忑 有点怂现在 但是呢 皮特一 咱们忙就完事了 咱们的工程管理专业 今天新生偶像 你好 您好 怎么了这么晚 哎 老师你好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打扰您了 没事 你说 哎 然后9月5号我家里可能有点事 然后可能去不了了 您看 这件事还是建议你协调一下自己时间 最好还是过来一趟 因为咱们那天需要把相关的弱学室回去 你之后苦的话特别特别的麻烦 好吧 这样老师 这样好不好 听我的 好不好 一个人说了算 这件事情不需要讨论 这件事情没有讨论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现场报道的话 你登陆一下教育信息网站 去注册你的个人账号 然后网上请假申请你这个报道延期 不是不是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听我的都听我的 什么都听你的 改 改什么呀 改报道时间改到8号 9月8号那天是咱们学校的正式的开学点笔 这是学校的统一规定 全校统一改 这不是我一个人定的 这是咱们学校统一安排 怎么可能为了你一个人改呢 我说了 这是你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呀 这个问题你要去解决呀 要不 要不你别干了吧 完了可能有点 可能有点过 我先 我先给老师打电话道歉吧 先等一下 老师不接电话 哎喂 哎田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刚跟您开玩笑呢 真对不起老师 真不好意思老师 刚就是刚才拍一个那个恶搞视频 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了 大家打扰您休息 刚才拍恶搞视频 然后就是模仿那 您不知道我老爷闹吗 就模仿那个 那个黄晓明那种语气 跟上级说话 这打扰您了 打扰您惹您生气了 真不好意思老师 您别生气 我跟你说 咱们学校的规定的报道时间 就是9月5号 9月8号是咱们学校 开学典礼的时间 这两个时间都没有办法改 嗯我知道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跟我老师开玩笑 你觉得这是一个 你觉得这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或场合吗 都急点了 不是老师 我现在又有一句话想说 你又想说什么呀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听我的 没有 -是吗 -① 是吗 - 什么 - Dore -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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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油 - 前 - 什么 -上面 - dele